戚风蛋糕跟海绵蛋糕 很多人是傻傻分不清楚 而现在要告诉您了 戚风蛋糕的质地是比较轻柔 所以一般市面上吃到的口味都比较单调 像是巧克力或香草 现在就有业者推出用水果玉米制成的戚风蛋糕 香甜又养生 还要用法国鲜奶油跟翻糖做装饰 客制化的独特戚风 好看又好吃 女黄色蛋糕体 点缀小巧可爱的玉米粒 一整颗货真价实 用在地水果玉米下去做的戚风蛋糕 自然鲜甜 全台只有这一味 我觉得它的奶油很细致 然后它的玉米味很浓 然后配合它的那个整个蛋糕的口感 是很黏黏很融合的 我比较不常吃到是玉米口味的戚风蛋糕 差不多都是香草或者是巧克力的 所以我觉得它味道本身就还蛮独特的 有机放山鸡蛋碰上在地水果玉米 从蛋糕端一端一的表现 健康看得见 如果是玉米戚风 因为它真正做到低糖低脂低卡 所以其实老人家 就是比较年长的 对 其实都还蛮受欢迎的 从日本一进的野菜蛋糕 改造戚风单调的口味 但如果想要甜滋滋一点 华丽奶油戚风 让少女小孩都疯狂 我看到就戚了 法国高级鲜奶油像云朵般轻柔覆盖在 融入比利时巧克力的戚风蛋糕 有别于市面上的戚风 各式翻糖 花朵 糖株 客制化的特色戚风 华丽先生 东西的它轮体是比较可以戚手 因为它比较甜的 它不像植物性 所以有差别性 它相对的说价钱上就会有差 比海绵蛋糕柔软的戚风 在装饰的奶油和食材挑选上更要谨慎 创造宇宙不同的戚风 从小细节着手游离到外 美味都加分 记得李世健 黄圆圆 情报报导